11月12日到17日,第15届中国航空航天博览会在珠海举行。 在一系列内容丰富的展台中,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、国家航天局、中国军工、中国航天展台颇为引人注目。 嫦娥6号任务取回的月球背面月壤样品在珠海首次向国内公众展出。 这一方小小的展台被观众团团包围,尽管只有小小的一片土壤样品, 想要看清这一份来自月球背面的土特产,需要仔细定精细看。 但不妨碍这里成为本届行展上大家必打卡的明星展台。 除了珍贵的月球背面月壤样品,大家能近距离看到的还有货真价实的嫦娥6号任务返回舱, 就是它搭载着月壤样品返回地球。 表面被高温炙烤过的痕迹是地月之间的旅途给它印刻上的历练痕迹。 我们现在所在的展区是国家航天局中国航天技术之光这个板块。 在这个板块当中,我们重点将展示的是嫦娥6号任务。 在这个小小的展区当中,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关于嫦娥6号的实物, 比如说这个就是我们嫦娥6号任务的返回器实物, 背面这个就是嫦娥6号任务的降落伞实物。 那我们可以看这边,这个圆柱体就是我们嫦娥6号任务的月壤密封罐实物。 另一边,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也带来了嫦娥6号在月面工作时的一比一模型。 嫦娥6号着陆上升组合体就是负责采集月壤样品的操作员。 今天咱们在珠海展出的是咱们在月面工作状态的着陆上升组合体。 下面是着陆器,上面是上升器。 在着陆器的下面是咱们放咱们返回器的位置, 在反复器下面是咱们轨道器。 嫦娥6号相对于嫦娥5号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实现了月背着陆。 但月背着陆为了保证通信,除了需要缺桥2号中继新的协助以外, 咱们可以看到上升器上的有一个天线是朝天的,朝上的一个天线, 这是为了适应月背的一个中继通信而做了一个相对于嫦娥5号的更改。 此外,缺桥2号中继新模型也一并展出。 目前缺桥2号仍在轨工作中, 未来它还将继续为嫦娥4号和嫦娥7号、嫦娥8号等任务提供中继通信支持。 我们支持嫦娥6号任务完成了人类首次的月背采样返回。 在此之后,我们还将择击变轨道12小时的环约大椭园冻结轨道上, 等待嫦娥7号的到来, 为未来嫦娥7号在月球南极开展探测任务提供支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感谢观看